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前有个孩子 自小就不喜欢月亮 跟各位院里的兄弟姐妹们睡前 一看见月亮光透着玻璃窗 撒进房间内 她总是第一个将窗帘紧紧地闭上 到她大一点 在学校里学了很多有关月亮的歌 月亮的诗和月亮的故事 才发现古今中外 都有很多人想亲近月亮 她听老师说 月亮有小百兔 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总会在睡前 特意看了月亮一会儿 还是没有看见小白兔 她总是失望地到头大睡 直到一天 她睡不着 于是打开了窗帘 让月光撒进房间 虽然月光不比阳光般暖在身上 但这一整夜的陪伴 却暖进心房 她长大了 终于懂得欣赏 月亮得好 月亮真的很好 没有家人 但吃着小小圆圆的冰皮月饼 还有月亮陪着的中秋节 也特别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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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